踏入牛年,发展商推盘攻势持续。多个全新项目筹备于新春假期后登场,并以九龙区竞争最激烈。区内四个楼盘有机会于本月底前启动销售攻势。 共涉755伙,当中包括何文田Prince Central及官堂安峰等,而启得Grande Monaco尿最快周内开架及开放示范单位。 新鸿基地产0001陆副董事总经理雷霆早前表明,为处太子道西195号的Prince Central。 纽书已在准备当中,有望于农历新年假期后启动推盘程序,料本月底前开售,该盘只有101个单位。 主打的开放式及一房小户,共有77个,占整体余75%,当中开放式户实用面积约250至260方尺,一房侧约300至350方尺。 楼盘部分单位为两房间隔,亦切小量3,4房户,至于华贸集团积极部署推售的安峰,纽书及首张架单已于农历新年前率先公布。 示范单位现正开放与公众参观,估计最快年初九或年初十内展开首轮销售。 楼盘共有334伙,属同期九龙新盘之中规模最大。 资料显示,该盘首张架单推出68个单位,折实平均尺价20363元。 首批传属1至3房户,折实入场费由792.9万元起。 同时,会得封地产同处东九龙的Monaco第二期。 早前正式命名,项目已取得预售楼花同意书。 发展商表明希望农历新年后开售。 今公布最新消息,楼盘今期提供247伙,当中206伙为高座分层户。 41伙为低座特色户。 整体高座单位间隔由1房至4房。 面积约340-960方尺。 预计售价格项目一期具有约1成调升空间。 470 370 370 470 270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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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0